那個 幫人家抓背的那個不求人抓背的那個耙子 可以喔 長大以後幫我抓背 我是小白今天我們繼續來玩 玩啥來著 煉金魚巨獸 對 我們今天來看 對對對對在上一集其實有很多人留言告訴我說啊 就是小白小白 那個草食性的動物 他們不會 互相殘殺所以可以 推薦我把他們都放出來養 其實你們的點子也是不錯但是 我 顧及到的是 又我怕他們長大會破壞環境 對就是會直接在牆壁上打出一個 超超大的洞對 我是會擔心這個啦不過 我覺得可以稍微先做一些安全措施 也許 好可愛喔 也許 不是你 也許就可以讓他們可以在我的 大綠地上 奔跑也說不定 但 等一下先做一下安全措施 那我們先 我在想就是安全措施可能就是先用 超大的防護玻璃把裡面 一圈給照起來這樣子 對對對我們先做這件事好了如果要釋放他們我是覺得 也是很好因為畢竟 草食類動物不會互相殘殺 好有點超過但沒關係我這邊把他敲掉 這樣子好了因為他們沒辦法破壞我擔心這個也會 所以先圍起來 他們沒辦法破壞 柵欄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的高度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因為有豬 先把豬殺掉 避免他等一下在我們 呃 抬高我們的牆壁的時候出了一點狀況 好 既然圍了這麼大 我們就 欸等等 我先檢查一下 這邊會不會卡到 不會不會 這邊不會卡到 那我們就直接用法杖來讓 環境給拉起來吧 所以我說我那個 那個建築法杖勒 是時候拿出我們的 結界法杖勒 找到 欸 阻擋火把拿一組 還很便宜 對 這個要怎麼插啊 這個其實 他的範圍有限 如果說 呃 我先把頭盔脫 欸不對不對等等等等 我試試看這個能不能插在 欸可以他可以插在牆壁上 我想到了 那波如就插 每一個柱子的 透明的玻璃的前面 這樣怎麼樣 好像 應該有亮度可以 保護一下吧 我是這樣想 哎呦 小心點 喔哇 等一下 我完全沒有注意到 這個是 這邊完全沒長高 天啊 我覺得 好像防護的部分 做的還可以吧 我在 我是這樣想 應該差不多啦 這邊再插完就好了 也許可以種一些 樹或者是路燈之類的 來 營造一下氣氛 那我們就把 恐龍先釋放出來吧 哈囉 等一下 對不起我嚇到 他的聲音好難聽喔 耶 你看你好棒 你出現 放出來應該會簡單一點 其實 怎樣很好是不是 我剛剛是不是朝著牆壁射箭矢 他會彈回來 好像防禦力好像太強了吧 我試試看喔 哎呦 再 遠一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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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防禦力好強喔 他會直接朝著 就是沒有 效果的方向噴 好痛喔 OK 我們這邊也把挖掉 大部分都已經 釋放了 所以我們應該 看一下 OK 你 你 你知道你自由了嗎 哈囉 哈囉 萬龍 哈囉 OK 他看起來 不知道這回事 還在 還在 思考著人生 還夢想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錯耶 其實 這樣子的話 反正 跟草食類動物又不會互相殘殺 好像 直接放開來養 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而且他們其實 距離都還蠻遠的耶 啊 沒關係 反正我覺得 他們不要亂飛 或者是不要亂走就好了 哎 亂飛 會嗎 有一些是會飛嗎 我不太記得了 啊好像一手龍會飛 啊如果他會飛的話 到時候再幫他做一個 就是 天花板的一個 造型的造 造型的樣子 我覺得還 還可以啦 我是 這一個 寺玉箱 這個寺玉箱其實很多人告訴我說 你這個寺玉箱啊 其實那個 上面那一塊 呃可以 稍微多加一點 泥土啊 之類的 因為他看起來 蠻平的 對對對 這足以不錯 我來加一點好了 我剛才有把一個 呃用絲綢 絲綢之處 挖下來的草皮 應該可以用吧 有有有看到了 其實我直接用草皮 這應該感覺是 最最方便的 因為他可以直接就長草 就不用再等他的草 因為這個草 實在是長得特別慢 我用了加速戒指他 也不怎麼有反應 就是很慢啊 對啊 不如自己畫 對不對 自己畫 那地形 我覺得像這樣 唉唷 欸欸欸 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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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那個 呃 等一下 你不要 對 下降 對 對 你現在到底處在什麼情況啊 好 反正你下降就對了 有一棵樹有一棵樹 對對對 再來 這樣子勒 喔喔擠出來了 還是我剛剛沒味道 還是我剛剛一直餵同一隻 哎呀真的是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一樣可以讓他們快速長大 哎呦 他好快 來來來 來來來 啊 OK 沒有棒 你們很棒 再來就是 再生一胎 OK 你還可以再生嗎 你不行生了吧 不行了啦 哎呦又生出來了 我是可以直接 讓他們 直接 炸裂啊 就是 你們知道 直接養多一點 來 屁屁啦 OK 我真的覺得有感覺了 哎 你幹嘛 你是想 吃我的 屁呀 是不是 呵呵呵 生態有好一點 就是 昆蟲量變多了 然後 有一點 地形凹凸不平 然後有一些怪物 不對 走開 這裡可能太暗了 可是還好是怪物不會主動攻擊他們 因為他們 也是 同掛的 同類型同類型 所以不會怎麼樣 喔好棒喔我的 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 小小的 似玉香 感覺多了一點昆蟲 就有一點 覺得不錯的感覺 雖然雖然是他們還可以再生了 就多生一點 我覺得可以耶 還蠻不錯的啊 而且 其實 如果又 餵養馬啊 你看那兩 那兩隻馬 這兩隻馬 就可以當作是他們是 最老 最老 最老的 呃 昆蟲大王 還是怎麼樣 隨便都可以 反正至少 餵養 養住的話就可以了 哇 我才沒有關注這邊一下下就已經 長得這麼 這麼多怪物的事吧 哎 誰 可是 好險他們是不會 他們不會打動物啦 他們是不會 他們不會打動物 我的箭矢應該也不會先 優先瞄準動物吧 對啊他們是我養的耶 要不然偷偷射一隻看看 不行啦 他們血量太少了 哎唷 哎唷 走開 沒有你有沒有付錢 沒有付錢進來看我的動物 蛤 你也是 那沒有沒有付錢要看我的動物 亂來 不然我們偷射一隻給婉龍看看好了 喂喂喂喂喂喂 會瞄準到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給你吃菜給你吃菜 沒事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以為會瞄準 只會瞄準怪物 嗯 這邊我們也可以 撞一些樹 或者是 可是我覺得 我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 idea 來幫他們加一些 高低起伏的地形 好了 就是不用太 太多 但就是有 然後再種一些樹 也許會 還蠻不錯看的 我是這樣想 我先試試看 OK 我隨意的用了一下 但是因為我發現 其他的地方 我可能要用很久 所以我想 哎 其他地方 我會想要做一些 類似 小小小的 造景 就是我中間 有一點想法 但 目前還在 概念的階段 所以 我先不要 就是 抬高這麼多地形 這個我覺得 哎唷 等一下 等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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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樹長太快 為什麼你不移動啊 晚龍 這邊 很棒耶 很美 你應該 四處走一走啊 我這邊先 簡單的種幾顆 因為我怕 種出神木來 因為 怕你知道 偷渡啊 怕東門偷渡 快長啊 我有帶這個耶 哈囉 你壞掉了嗎 還是 那邊 他天生不長 好吧 哦 快點 漂亮 我是一個 移動型的 自動成長之樹 雞 OK 來 哦 好好 我還在等呢 我在等說 奇怪 那個樹到底要怎麼說長大 我這邊先種簡單的幾顆 因為後續應該還會再改一下下 對 因為畢竟後期動物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我怕 偷渡啊 你們懂的 可以還可以做一些類似鳥巢的造型啊 之類的 我雖然不知道在 我是 我其實很少 我根本就沒有 嘗試在 呃 麥克風裡面蓋過鳥巢啊 對耶 玩了麥克風這麼久 好像從來沒有鳥巢這個道具 我覺得應該跟官方是 建議一下 雞蛋應該要有鳥巢才會 下蛋吧 不然他們直接把蛋下在路邊 直接 應該是破掉吧 這超怪的 這樣子看起來還可以 那後續我就會幫他們做一些 類似 草食 系 動物 該有的一些 生存環境 啊 類似 泉水啊 之類的 這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對對對 還不錯耶 我覺得 嗯 喔 我覺得真的是 粉絲的建議還蠻棒的 雖然我是真的 有點擔心會 就是爬出去之類的 應該不會啦 應該不會啦 除了碗龍那麼 巨大的升區外 其他的應該是 沒小問題 對對對 就這樣 我們的 等一下 喔 喔 喔 超美的耶 你的尾巴開始長出 那個 幫人家抓背的那個 不求人抓背的那個 耙子了 可以喔 長大以後幫我抓背 超爽的 好啦那麼就這樣 感謝收看我們下回 再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